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又到了圣经好好问的时间哦 这一段我们来谈两个实践性的问题 第一个,为什么我们要悔改 第二个,罪如果一直改不过来 还算有悔改吗 来我们思想,为什么我们不断讲悔改这么的重要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16到17节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坐在死因之地的人,有光 发现照着他们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 天国尽了,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传福音的第一个信息 就是天国要来了,人要悔改 什么是悔改? 悔改就是180度的转变 转变 经文16节告诉我们 过去我们在黑暗死因之地 我们要离开黑暗 我们要进入光明 过去我们有黑暗的话语 会讲不好听的话,有没有啊 上帝希望我们离开黑暗 说光明诚实的话 我们有黑暗的习惯 有黑暗的心思 会讨厌别人,嫉妒,想要伤害别人 有没有啊 上帝要我们离开黑暗 进入光明 而神让我们离开死亡 进入生命 因为黑暗的结局 最的结局就是死 而我有在耶稣里是永生 天国见了 我们要180度 从过去走黑暗的道路 自己的道路 死亡的道路 转向走光明的道路 耶稣的道路 生命的道路 这个图就是浪子回头的图 我们看到浪子 他花爸爸的钱 他去流浪 他拒绝爸爸的爱 而当他回头的时候 爸爸是很讨厌他 还是拥抱他 我们看到这就是耶稣的爱 动了慈心 只要我们愿意悔改 耶稣随时愿意拥抱我们哦 第二个问题 那罪如果一直改不过来 还算有悔改吗 很好的问题 有没有一些事情 我们一直祷告 好像都无法改变 哦 那好像都改不过来 那我还有真正的悔改吗 社会上第五章告诉我们 神起用右手将他高举 叫他做君王 做救主 将悔改的心和赦罪恩 赐给以色列人 这本新闻告诉我们 神把两个礼物给我们 就是悔改的心 赦罪恩 神让我们能够悔 而且罪能够得着耶稣的赦免 你知道很多的人 他里头有个很大的亏欠感 觉得自己做得不好 不会读书 做错事 说错话 自己是很糟糕的人 但是耶稣的赦罪 就为我们预备 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耶稣里是圣洁的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 也告诉我们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以更新而变化 神期待我们 因着认识耶稣 不断不断的被神改变 可以更像耶稣 来这个图 主角是谁啊 哦 叫做 约拿 约拿 他逃避上帝的呼召 他就 被鱼吞到肚子里头了 有没有 我们看到这个先知 明明知道神的话 但是他却拒绝 后来被神刑罚 被神管教之后 他有没有悔改 他悔改一半 就是他去了 尼尼威讲 可是尼尼威人悔改之后 他很开心 还是很生气 他很生气 因为尼尼威是敌人 敌人回 敌人如果被祝福了 我们就糟糕了 看到他有悔 但是没有真正的改 但是神的爱 没有放弃他 继续的挽回他 帮助他 所以注意 有些的罪 看起来我们一直改不过来 但是神让我们 继续走悔改路 是很重要的 小心 撒旦会控告 我们说你没救了 这个祷告也没有用了 信耶稣也没有用 没救了 这是撒旦的控告 但圣灵的感动告诉我们 快求救 圣灵感动我们 是吃得我们不好 但是我们很需要耶稣 耶稣要帮助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 呼求主耶稣 主耶稣就怜悯 赦免我们 所以回到这个问题 神把悔改的撤座人 赐给我们 有些人的确不断地讲 要悔要悔 但从来没有改 这样子的人 并没有真正的悔改 并不是真正属上帝的 一个人 已经认识了光 如果还继续在黑暗当中 就表示他并不是真正 认识光 被光吸引 这种人是没有悔改的 但反过来讲 有些人我们看来 他好像还没有变得很好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都在成长的过程 只要我们愿意改变 愿意向着耶稣 向神祷告 我们就在改变的过程 有些人觉得 哎呀 你看这个人一直祷告 他还这么糟才50分 我 我都没有什么祷告 我都80分 但是有可能 他的环境 他原本只有0分 那他现在变50分咯 但有可能你原本是90分 但是你变成80分 你是退步 请问 再过一年 他会不会超越你啊 换句话说 我们都继续被更新 不要灰心 我们就继续抓住耶稣 信靠耶稣 不要听撒旦的控告 没救了 要听圣灵的感动 快求救 我们来祷告 耶稣求你光照我们 什么是我的罪 什么是我需要悔改的地方 在跟家人的关系 在我们的情绪 在我们的话语 在对爸爸妈妈的态度 在我们的课业 在我们的学校 同学当中 教导我 让我有悔改的心 得到赦罪的恩 继续向着耶稣 不断被神改变 也让我们不要灰心 让我们不听撒旦的谎言 我们赶快求救 相信神一定帮助我们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